产后盆体肌受损不用治疗 抛肤产不会导致盆体肌受损 你是否也有同样观念 很多人都会到门诊会问这个问题 顺产嘛 因为要经过产到这个长时间这个分娩 它发生那个盆体损害的几率要大一些 大于抛肤产 有的人确实就没做修复 或者忘做修复 或者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修复 还可以坚强地活得还不错 对 我好担心呢 如果产后没有进行科学的盆体康复的话 一般到60岁以后 甚至更早的话 50多岁就开始出现脂股脱垂 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盆体肌受损检测方法有哪些 一个是对盆体肌肉的一个检测 就包括采槽或者是齿公症 检查肌肉的这个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进行一个 肌肉神经的一个检测 编导小龙亲自上阵 凯格尔运动助您修复盆底基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收看健康朋友圈健康法宝记心间 总看健康朋友圈健康快乐每天 锁定健康朋友圈 疾病通通都靠边 大家好 我是阿智 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圈有王女士的求助电话 电话里的王女士那是苦不堪言 甚至连家门都不敢出了 那么王女士的身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今年吧33岁 然后两个月之前刚刚生了小孩 刚生了孩子的时候吧 身体没感觉有什么异样 但是之后我进行了一段少后康复 康复的还不错 最近吧 我发现我笑的时候 还有咳嗽的时候 好像有那个漏掉的情况 然后现在吧 出门买菜也不太方便 然后想问一下我们健康朋友圈栏目组 就我这个情况是不是查后的正常反应呢 感谢圈有王女士的来电 如果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在上面来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答疑解惑 说实话 这个王女士的这种情况的确是挺尴尬 出门都成难事了 说到这儿呢 我想问问我们的陪诊团 小白和小鱼 你们知道这个王女士身上 究竟是怎么了吗 这种情况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首先我看到那个小片 那个王女士 她是产后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你看在这个孕期的时候 可能这个五脏六腑都被那个挤压了 所以在产后 偶尔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 我觉得小鱼分析的特别对 你看这刚生完孩子的一个女人 这身体出现了 比如说疲惫啊 劳累啊 或者是一些异样 我觉得再正常不过了 你看我身边很多生完孩子的 这些小姐妹都说啊 你看我终于卸货了 我觉得这都是他们的心声 是不是 对 而且你看这正常人 你说拎个重物什么的 提个重物那都挺累的 更何况你说一个女人了 是不是 是啊 看看小白和小鱼 听你们俩那意思 王女士这种情况还挺正常的 我想问问你们俩啊 这种情况用不用治疗 还是自己就会慢慢变好呢 哎呀 阿芝姐 就你这个问题抛给我俩 我俩都有点接不住了 我俩要是能答出来的话 那我现在就应该打卡下班了 是不是 哎 小健康就到圈里来 明天8点20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听听听听 哎你们俩赶紧停下来啊 你要再说 这声老师真就当是下班了 直接就回家了 咱们玩笑归玩笑 在我们的专家面前呢 咱们还都是学生 专业的问题 还得邮请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解答 今天呢 我们就有请北部战区空军医院 妇产小儿科的邓惠敏主任 掌声欢迎邓主任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北部战区空军医院 妇产小儿科主任邓惠敏 本期特要嘉宾邓惠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 北部战区空军医院 妇产小儿科主任 尤其擅长厂科孕期保健 妊娠期和病症 病发症的治疗 以及难产处理 厂科急重症抢救等 欢迎邓主任 邓主任您可算是来了 刚才呢 您也听到了 我们这个陪诊团 二位的分析 两个人呢 都觉得 王女士身体出现的 异样是产后导致的 他们这一通分析 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刚才我也听了 刚才大家说的那个病例 33岁刚分娩完孩子 从她这个病情分析吧 有可能就是分娩这个过程中 盆底肌瘦 这个盆底肌受损嘛 有很多因素 包括就是其中一方面 就是特别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分娩的因素 特别是孩子大呀 或者是那个分娩过程中 时间特别长 包括她整个这个 十月怀胎这个过程中 可能也会对她的这个盆底肌 导致一定的伤害 邓老师啊 刚刚您讲的这个 我们这位女士啊 是由于这个 在分娩的过程当中 造成了对于盆底肌的伤害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你看 在这个顺产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刚才您说了 用这个什么 各种这个工具啊 什么导致了 我们这盆底肌受损了 哎 那我突发奇想啊 这抛肤产 是不是就不经过产道 不经过这个产生 就对我们这盆底肌 不受伤害呢 小白你提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到门展会 问这个问题 他们甚至为了以后的 那个盆底不会受到影响 选择抛肤产 也有这个因素 但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抛肤产 它也是经过十月怀胎认审的 那这个怀胎这个过程中 因为还是 它是逐渐随着运州的增加 它是逐渐增大的 它这个期间 怀孕这个期间 本身对盆底肌 就是一个造成一个损害 不是说我抛肤产了 我之后就没有 这个盆底肌损害的可能 它和顺产师 都有这个发生几率的可能 只是说顺产嘛 因为要经过产道 这个长时间这个分娩 它发生那个盆底损害的几率 要大一些 大于抛肤产 对 那邓老师 您刚才这么理解的话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怀孕 十月怀胎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知道 这个孩子已经做好的准备 是要通过这个产道的 他不知道您是选择抛肤产 还是选择顺产 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况 都会对我们的盆底肌 造成一定的伤害是吧 对 那老师 那您说 对于盆底肌造成伤害 它这概率大吗 是所有人都要这样吗 它这个整个 只要怀孕的女性 盆底肌都会多多少少 都会受一些伤害 有的只是轻 有的重而已 有哪些预警信号说明 这个盆底肌是受损过的 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 我带了这个小人康康 它上面有这些标签 有的人会有下腹的坠胀 腰底部的酸痛 再一个更严重的 自己就能摸到 就是拖出来的职工 这些预警的信号 邓老师 其实在刚刚我们开始 听到这个圈 有求助电话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问您 就一般我们在这个产后之后 不都有一定的时间 来进行这个康复和修复吗 自己通过自身的一种能力 把它慢慢愈合了 就像能不能自我复原 对 就像这手 打破了一个口 是不是他自己 这两天就能够愈合长好了 我是这个意思 有的人确实就没做修复 或者忘做修复 或者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修复 那也是可以的 还可以坚强地活得还不错 就是 我好担心 还有老师你知道 过去那一代人吧 他们不仅是没有修复 而且生的孩子很多 他跟孩子生的多有关吗 这个是当然有关了 就是一般 从我们现在临床看的话 就是分娩量越大 分娩的孩子体重越重 那之后这个 如果产后没有进行 科学的这个盆底康复的话 一般到60岁以后 甚至更早的话 50多岁就开始出现 这个子宫脱垂 这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是吗 对 太可怕了 老师 如果说一个女性30岁生产 如果说没有保护好 这个盆底肌的话 可能在五六十的时候 这个疾病也能找上您 这个就是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 再加上本身这个 随着年龄的那个增长 它这个盆底是肌肉都是松弛的 老师 是不是还有这个地吸引力的一些方面 这个因素呢 这个是对每个人都会有 但是主要的还是 你这个分娩 在一个平时的生活习惯 你分娩次数又多 孩子越大 在一个平时你可能干一些重体力活 有一些慢性咳嗽便秘 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病情加重 提前出现这种子宫脱腿这个表现 老师 我突然间有个画面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有没有这种概率 就是如果说孕妇 比如说是作便的话 他会不会就是这个盆底肌 就可能稍微不太那么 肌肉收缩力稍微差一点 如果是蹲便 他肌肉收缩力会不会好呢 你去想一下力也太风筒了 对对对 试试会不会 是哪个要好一点 这个就是做的能好一些 做的便能好一些 如果彻底就蹲下去的话 就是这个腹压更大 对盆底肌压力更大一些 好的 如果您有产后盆底肌 康复方面的问题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在上面来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答疑解惑 盆底肌修复误区已打消 运后盆底肌需康复与治疗 若问如何治疗才有效 编导小龙亲自上场 嘴可靠 别走开 现在节目马上回来 咬喘慢足肺 盐都有把握 2283-7999 盐都咬喘病医院 提醒您稍后节目更精彩 让老万之告别壳谈喘 让咬喘慢足肺 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盐都咬喘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公司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万之咳痰痰痠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老万之咳痰痰痠 还咳子呢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到底要才妥妥的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活性成分足足的 好书宝 切液萃取 黄金叶从采摘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精华浓缩 满满的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粒都释宝 老万之咳痰痰痠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万之 可谈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高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 葛洪牌 桂龙药高 小船慢足费 延都有把握 2283-7999 延都小船病医院 提醒您 节目马上开始 家中喜天丁 迎接新生命 产后一身轻 结果天一病 邓老师 刚才您给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的预警信号 比起预警信号 我们觉得更专业 更准确的判断 肯定还是去医院进行检查 那么邓老师 有哪些检查手段 可以检测出盆底肌受损了呢 能做的检测手段 已经放在这个大体板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那个 对盆底肌肉的一个检测 就盆底肌的力量一个检测 再一个就是 可以通过影像方面的 包括彩操或者是持功症 检查肌肉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进行一个神经 就是肌肉神经的一个检测 基本上就是这些吧 我们现在平时让产后 多做的就是激张力的一个检测 再一个就是生无反馈 来评估一下你现在的盆底肌肉的一个情况 那邓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说我们盆底肌受损了 我们大概什么时候 针对它治疗这个时间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能不能是产后就立刻修复呢 还是说我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再进行修复也是没有问题的呢 这有没有啥期限呢 产后修复吧 最佳的时间就是产后42天 一般是我们建议42天过来做产后检查的时候 就建议做盆底的评估医治疗 42天到一年 这个是最佳的时间 但是最好是在半年内把这个治疗完成 那是更好的 这是越早越好 就坐完月子就可以做这个修复了 对 老师既然咱们说到了修复 我想问一问 咱们这个盆底肌修复 都有哪些方式 哪些手段 智姐问这个问题啊 我知道啊 你知道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 就是给人啊 过下垫 一过垫的那个鸡肉 一下就紧张了 就好了 小鱼啊 你说这种方法 我觉得太可怕了 咱就别说盆底肌了 就你这么一垫 整个人他都紧了 他都紧绷了 紧绷了 紧绷了就好了 这真是 这两位真是少女 就没事自己的 怎么想怎么说 老师实际上是什么样 目前我们多采取的 就是产后那个 康复这一方面 就是电刺激 会有一个电脊棒 然后刺激盆底肌肉的 一个收缩 起到一个加强盆底肌的 一个作用 再一个就是一个生活反馈 它是让你那个 被动的收缩盆底肌 变为主动收缩盆底肌 达到一个加强盆底肌的 一个作用 那会疼吗 不会疼 对 我听过 我听过因为像我年龄相仿的 很多人他们都是做过这个 我当时考虑没做这个呢 主要一个是觉得 贵 花钱 再一个我觉得自己身体条件还不错 所以我就没当回事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问他们 做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我甚至觉得他们做那个没有必要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做的东西太疼了 或者是太累了之类的 我就有这方面顾虑 二芝姐 你肯定是觉得 这个一费金钱 二费时间 三觉得我自己还年轻 根本没必要 肯定就是个智商税 省省钱买奶粉不好吗 而且当时肯定是 没有那么多症状 对 就觉得这东西也没必要 对 我自己空翻两下好了 你们说这个是 不是特别科学的 还是建议产后42天 每一个产妇 不管是抛工产 还是那个自然分娩的 都要产后42天 到医院做一个盆底的评估 根据评估的结果 他会建议你 做几个疗程的盆底 那个康复治疗 这个是比较科学的 因为你是总觉得 生完孩子自己没有啥事 这个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 你可能那个盆底肌 就是不去锻炼 不去做治疗 可能这个受损的程度就越来越重 达人应该重视起来 对 那咱们现在就给它重视起来 我想问一下老师 刚才您说那些什么电四季 都是在医院 咱有没有在家里面 咱们自己重视重视的 有啊 当然有 除了就是到医院 做一个专业的这个物理治疗以外 我们可以在家自己做一个凯格尔运动 这个也是如果大家健身特别好的话 对自己的盆底肌的康复也是很有用的 凯格尔运动 这运动是给做一年呢 还是没事就做一做生完孩子 对 就是如果说你时间允许的话 没事就可以在家 特别是包括就是产后42天 这个你做月子的时候 对 除了做那个物理治疗 我们所谓的专业的电刺激 还有生物反馈 最好自己在家 也配合做凯格尔运动 效果更好 老师你这么说吧 我这么干听着觉得有点抽象 我想请陪诊团的二位啊 你看你们还年轻 你们来学习一下吧 嗯 哎呀 那我们这都挺注重的 因为我们就运动 我们也挺不好的意思 小白 你可真是的 这时候就不姐妹一条心了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 咱们还应该把这个宝贝的机会 让给咱们姐 是不是 对 姐 适合做成我 对 我一呢 我是特别的注重形象 第二呢 我现在已经晚了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种机会 留给小龙 让她试试 小龙 也好展示 方便展示 太好了 太好了 咱们让有请小龙吧 咱把这么好的机会 来 让我们小龙来体验一下 那老师 刚才你看我们小龙 已经把这个动作 全给大家演示了 我觉得动作做得到也挺精准的 但是我想知道 这些动作都有哪样一些作用 他这个凯格尔运动的主要作用 就是训练你这个盆底肌肉 像咱们平时可能男士健身 女士健身 我们可能修复的是腹部肌肉 或者是那个 这个手臂的一个肌肉 我们现在这个动作 主要是修复的一个盆底肌肉的 一个强度 感谢小龙的现身 如果刚刚动作呢 您没有记住 或者呢 您也有与产后盆底肌 康复相关的问题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在上面来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打一解惑 让老曼芝告别壳痰痰 让哮痰慢走肺 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印度哮痰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夫妻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咳痰痰痰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老曼芝咳痰痰痰还咳子呢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到底要才妥妥的 好书宝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 好书宝好书宝活性成分足足的 好书宝鲜叶萃取黄金叶从采摘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精华浓缩满满的 好书宝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每一粒都是宝 老曼芝咳痰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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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碗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老曼芝可痰痰痰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碗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红牌桂龙药膏 好的 再次感谢邓老师的讲解 也感谢两位陪诊团的嘉宾 早发现找治疗检查好疾病跑 腾体康复很重要 我是北部战区空医院 妇产小儿科主任邓慧敏 我们下期见 想健康别彷徨 朋友圈为您领航 健康是放心上 疾病也无力反抗 明天晚上20点20分 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